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 现在啊关于中美贸易战谈判破裂的这些原因 五彩兵分的啊一天积分一天一个 这是一种奇怪的一个现象 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啊 中美关系在失控升级 同时呢 川普总统呢 最近5月30号吧 他有一个讲话啊 他讲什么呢 他说美中关系也非常好 中国渴望达成经贸协议 在这种阴霾天气的时候呢 川普说啊 蓝天就在眼前 那事实是真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是川普啊在放阴幕党 同样的放阴幕党的呢也不止川普 还有中国那边啊 中国那边呢 这个最近呢有这个崔天凯啊 5月21号在在这个狐狸电视台 那么有的人也叫做福克斯啊 新闻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 中方仍然准备好与美国进行进行磋商 以得到结果 他说我们的大门仍然是敞开敞开的 那川普之言 吹天凯之言 好像中美之间呢 贸易谈判 还没有关闭 还在谈 还可以谈啊 那事实上是什么回事呢 贸易谈判已经停了 那么现在 不仅谈的不是贸易战的停顿啊 这个谈判的停顿 还在谈怎么样的封杀华为 还有更多 包括军事对抗 军事对抗的信息呢 这两天呢 成为我们 明镜电视的 嘉宾们进行这个新闻讨论的一个很大的话题 这种军事对抗呢 这个最近的一个声音 就来自于美国的 副总统潘斯 在这个 上个周末 在美国的这个西点军校的 毕业生演讲啊 毕业生的这个演讲日上面的一个演讲 那么这个演讲呢 就是火药味啊 非常非常的 浓啊 这个不知道的人呢 我给他就练一下 他谈的是什么东西啊 集中的 告诉是这样的啊 潘斯告诫啊 这些 毕业生 他说 你们中的一些人将加入打击 阿富汗与伊拉克 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的斗争 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加入朝鲜半岛 以印度太明洋地区的战争 而越来越军事化的中国 挑战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 他表示 他表示还有一些人加入欧洲的斗争 甚至可能不要求在这个半球服役 你们啊 在你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你们将成将为美国而战 这是一定的 那么这个里头的谈到美国在各方面面临的这种战争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集中点到的一个呢 就是中国啊 尤其是啊 他是说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啊 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化啊 越来越军事化啊 挑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很多媒体都已经 注意到这样一个 彭斯的一个讲话啊 认为这是鹰派最新的一个动作 实际上这个 啊 彭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高层呢 我原来谈过 待会下面我要谈这个美国的这个鹰派的进化的 几个阶段啊 美国这个鹰派 啊这个鹰派呢 实际上 早期呢 不像现在这样 这种鹰派的这种巨变啊 变成如此的激进呢 也就是这半年左右的事 啊我下面要点到啊 那么这是美国啊 这是美国的鹰派们在暗示军事 对抗成为选项 那么我这个标题叫鹰派门啊 不是不是当数是附属 那么指的是还有别的鹰派 这个鹰派是哪呢 这个鹰派是来自中国方面 哎 非常奇怪 中国也有鹰派 那么呢 中国鹰派 出场的一个 这个这几天啊 出场的一个著名的信号 就是人民日报上的 一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 他这里面提到了 一个字 一句话 这个我们这个看 美方不要低估中方反制人力 我认为这是中方鹰派的发言 中方鹰派的发言 这里面尤其 提到了一种 乌为之 乌为言之不欲 我们这个屏幕上把这个 乌为言之不欲 什么意思啊 进行了一个解读 来自于危机 这个话翻成中文就是我给你打招呼了 我给你警告了 你再不听后果自负 就这个意思 那么呢 是 为什么提到这样一个 东西呢 这样一句话是中国鹰派的这个 这个信号呢 因为 你看这个解释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术语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严重的外交警告 被广泛视为 动用武力 或者更广泛意义上准备开战的信号 近现代以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通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纸板摄农形式多次在关键时刻应用该术语 使其被赋予独特的政治敏感性 那么呢 彭斯的讲话 再加上人民日报的这个 评论文章 正好呢 形成一个 对应 美国这边 有银派 暗示就是说 军人们要准备 战斗 那么在准备战斗的一个对象呢 是中国 那么这一边呢 发出 中国政府 最严重的警告 所以说我认为啊 两边的军派 都在暗示 军事对抗 这种可能性 当然 这个 中国的那篇人民日报上面那篇文章 有人不认为是 这个军事对抗的一种 一种信号 因为 有的人说是 中国总被跟美国 死磕到底的信号 那么什么呢 中方要用 稀土这个工具对美国进行自杀式攻击 他是因为贸易战 而不是因为 而不是暗示 军事行动 这是另外一种解读 但是呢 乌微言之不欲呢 在这个 危机的解释呢 几乎他的 唯一的一个意义 那就是开战 有关的一个信号 这是军方 两边鹰派发出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我刚前面说了就是川普啊说 美中关系非常好 中国可望达成经贸协议啊 实际上现在是这个 不可能的事情 我在这里预测我觉得不可能 当然 也有人说会发生戏剧性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微乎其微 为什么 这个 贸易战 谈得好好的 啊 突然又变了 这些年 媒体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报道 中国方面就说是不平等 啊 也有人说是中方元首没有面子 你把这个文本都公布了我们怎么办 各种各样的一个信息 那么呢我觉得 我记得是跟张巡还是谁谈的时候我就谈过就是这个贸易协定 中国方面 就没想到 就没想给你达成 洛曼底登陆的时候呢 盟军为了掩盖他的这个进攻的战略欲途呢就在别的地方搞了一个假项目 让大家 让这个德国误以为啊盟军要在那个地方发动进攻 然后呢把这个洛曼底这个防卫啊 就虚化了 那这里头呢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G20 阿根廷的会谈的时候呢习近平 对美方的那些 真诚的言论 打动了美国 而美国呢 给了中国开始 缓行的时间 那么大家都记住没有 就是在G20的这个事 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就出现那个什么问题 孟晚舟的事 孟晚舟的事 孟晚舟的这个 被逮捕实际上就是整个的这个华为大戏 大戏的这个开场 当下的这个贸易战形成这样一种僵局 以及中美 鹰牌们出来互相 显示自己的肌肉 就是因为 在贸易战这个 谈判的过程中呢 美国 打出了华为牌 这个美国 打出了华为牌之后呢 是 是为了通过华为牌 来增加力量 逼迫 逼迫中国 得到这个逼迫美国 逼迫中国在 签贸易的这个 城下那个 这个 自盟 还是美国 在 贸易战和华为 这是两条战线 这个在美国高层的一直就有分歧 川普也有 对这个问题他就有 不同的看法 他实际上就说 贸易战要分开来 华为这个事情要放后 至少说 打华为这个问题上 川普是犹豫的 甚至于 他还说过啊 我愿意 去为这个事情去干预 只要你在 满足美国在贸易 谈判中的要求 但是 华为这个事件 孟晚舟被抓 让中国方面 开始产生警惕 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的战略 并不只是 贸易战 他还下一盘很大的棋 而这正是北京担忧的 北京不仅担忧 川普在贸易谈判中不断变卦 成成加码 而且还担心 美国在 贸易谈判 这样一种战略的背后 还有一步一步的棋子在活动 所以北京要选择到底是 跟美国退到一种什么程度 如果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的话呢 我觉得中美贸易谈判 不会拖到这么久 那不是钱的问题 所以说 从这个 孟晚舟被抓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的这个 结果就开始那么 不乐观 那么一直到 川普说这个 中国不认 我们和何先生说这个 原来达成的这个协议啊中国 很多都给去掉了 化成了红海洋 就用红色的笔 把它全部伤了 那我觉得这是 习近平通过这个 G20那个时候的这种 爱兵 取消了中国的这个 重要的 喘息期 中国做了一些准备 我觉得这个谈不成的根本的原因 是这个 贸易战的背后 中国担心美国 有一个大战略来遏制中国 这是最大的问题 而华为 而华为是习近平 这个 真正的手里的 实力 王牌之一 那么美国封杀华为之后呢 任正非 不断的接受外面的采访 把华为的实力 告诉了世界 我究竟有多厉害 这个东西呢 一方面能满足这个中国这个 那些民族主义者的 自中心 就是我终于在中国有一个在世界上 牛的不得了的人 昨天我跟孟璇节目中讨论 那孟璇就为这个 华为的成就搞得骄傲 那另一方面呢 他也不利免 就让美国觉得我封杀你华为没错 你实在是太可怕 反而加 让这个 鹰派们加大了封杀华为的这种决心 所以说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点 我从刚开始封杀华为我就感觉到这个 中美贸易谈判 几乎是这个 走向了一条 非常艰难的一个路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个 美国方面的在中国 他就要反悔之后呢美国方面 下更多的众手 试图把北京从 拉回到 重新拉回到他们桌上 北京对川普的这种意图 心知肚明 你是确实你想要跟我有一个协议 是吧 我当初就拿着调你 现在带饼沟还在调你 包括王毅也在调你 中美之间 贸易谈判的三条线 刘鹤为主 习近平在上 那么中间的偶尔呢 王毅扮演一点穿梭的角色 那么现在呢 元首对话 没有了 刘鹤 现在休息了 就剩下王毅偶尔给这个蓬佩奥 打点电话 声明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就是外交这条途径 还有一点点的沟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为了把中国拉回到谈判桌呢 制裁了13家企业个人 威胁要加更多的税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 六四三十周年要到了 现在都在 谈潘斯 的可能发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 将是美国端除这个 人权牌的一个机会 甚至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机会 这个 有一个老外啊 他的中文名字叫利明章 那 他预测 中美关系的下一季 重锤可能是6月4号 如果我得到消息没错的话 副总统 潘斯会发布关于中国问题的 另一个演讲 这可能比去年 10月那次来得更凶悍 5月32日 CNBC的报道 证实了这预测 去年10月的那个讲话 那是指 彭斯副总统在美国的 哈德逊研究所的那个讲话 我记得没错到是10月4号 这个呢 这个讲话他就搜啊有全文的中文 嗯 这个对中国呢 这个政策呢 确确实实进行了阐述 对中国对美国的伤害 进行了全面的控诉 包括这个 啊我们 过去帮助重建了中国 中国背离邓小平的路线 在美国的渗透 在美国 打川普总统的票仓 等等 这东西全都有 大外宣 中国学生学者什么 自治联合会 通通给都给点名 非常详细的一个 对中国政策的一个批评 那么 我们从 各种渠道了解到他这个演讲的作者 就是现在的国安 国安会的 亚洲问题的主任 博明 那么呢 如果 六四的讲话 是一级重拳的话呢 这个演讲 撰稿人 也可能是博明 那么 很久以来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对照之中了把人权牌就往后靠了 那么现在呢 人权牌就 按照需要 啊 定点 定时的就要准备推出来了 啊 那么这个贸易战啊 这个 打华为啊有些人是科技战啊我觉得 不是科技战啊 在这个问题上班农比很多人清楚 这个 班农有一句著名的这个 判断 他说这个 打华为 比贸易战重十倍 这是另外一个 鹰派的观点 然后呢 封杀中国的这个 跟 监视这个有关的那些 五家公司这个也在名单上 到这个 打人圈牌 再到彭斯暗劝 暗示 军事对抗成为选项 美国 对中国的施压 再加大 那么中国方面呢 中国方面 中国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反击了啊反制能力啊那么首先一个反制就是什么 中国准备在这个对抗之中的搞 持久战 持久战的信号啊是在川普加税之后北京就已经 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么呢 他的这个 这个发出这个信号的是这个 澎湃在5月9号发出的那篇文章啊愿谈则谈 要打便打 这篇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呢我解读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不是一个 不是这篇文章我当时就解读过我说这不是一个 写社论的这个 这个写手 写出来的 而是某个领导的训话用数据的方式记下来的 然后呢再把它整理成一个文字 发表在这样 盆报 5月9号发表在盆 盆报上 然后新华社再转载 那么这里头有很多信息就是 莱尔 往菲利也啊 我们 谈是可以谈的那个时候还在争论刘鹤愿不愿 到底要不要再去美国啊 去谈那个时候你去去还是可以去 他全是下令的这种口气啊 那么这里头就提到的这个持久账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年多来人们很喜欢拿抗美援朝的类比说明打的重要性 其实抗美援朝 近三年有整整两年时间是在边打边谈 那么根据这个字面意思推 至少我可以跟你耗两年再说 那么现在也有人说华为的这个 各种这个被封杀的这些 供应链啊 他至少也能够 顶他两年 是不是北京这个 持久账啊至少有一个两年的计划 这两年计划 差不多也是这个川普 美国大选之后川普上台 到底上不上台这个大局也定了 就是北京跟美国的这个对抗的反制能力啊 他的一个最主要的反制啊 那就是托 我耗着 尽管受了伤害 我耗着 川普这边可能耗不起 这是北京的一个 然后你 偶尔来谈我也可以谈谈 但是呢我根本不给你做这个任何设置性的这个答应 我在等待一个反击的一个机会 这是北京 北京的反制能力啊我觉得最大的反制能力的王牌就是托 不怕自伤 而且因为中国的政治稳定嘛 这个领导人可以无限的单 可以无限的 现在说我预测他要做30年吗 没问题 我给你拖 等到你的 国内政治发生变化 你现在人家还有弹劾你呢 弹劾你不成的话还有下次选举 然后呢 这个 把这个新一龙美中贸易的这个 安排 给停掉了 这个 牛鹤到华盛顿颗粒乌收之后呢 美国的这个方面呢 曾经就是说 排上了一支之城准备前往北京 那个时候美国人还在天真的以为中国还会谈 继续谈 那这个谈呢 中国说你不用来了 那等于是把这个刘鹤和 莱特希泽 台政部长姆鲁钦 这些人的这个代表团给合作了 你别订机票不用来了 那么北京更大的一个动作 是G20会议上的动作 这个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在这个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就说过啊 依目前的情况 在 G20会谈 能有什么结果 那么最新的这个消息呢是这个戴向龙 他说这个G20不可能谈出什么东西出来 这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 很不幸啊 戴向龙周五分析说 国家主义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布朗 川普6日 6月在日本G20峰会期间进行会晤时 或许会发现很难再突破 中美贸易僵局问题上去的重大进展 这是最新的来自中国的这个 信息 但是美国方面 现在把牌啊都压在G20身上 川普的烟幕弹 要实现的一个近期目标就是G20的中美元首高峰会 他现在还在喷他跟习近平的关系 说中国 中国和美国都大成这样了你川普还在忽悠啊 川普这样也好 他什么时候悲观过 对吧 中美贸易战谈判以来他什么时候悲观过 他永远是好消息 这是某种啊 人格类型 我有些朋友啊 他一生受挫 但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笑呵呵的 我说怎么样啊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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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看不出他的忧愁 这个川普好像就这样 看不出他的忧愁 但是心里如何 他苦的呢他不都爱讲 这是他的特色啊 我说他都做了吗 就会说的 我们现在有什么时候悲观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